最后会选择脸上贴膜的原因 真的是以毛小孩为出发点 看房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考量就是公园绿地 然后它的社区是不是宠物友善 除了建设公司是我第一个考量 就是我很喜欢他们的建案 那那时候来看的时候 里里外外我觉得 不论是硬体或软体连同 他们保全人员 秘书小姐 我觉得这方面的品质 都是在水准上的 这边我最喜欢的 当然就是一楼一楼的这一个整个空间 我觉得它的空间跟艺术感 非常的舒服 那你白天啊 周末不想外出 其实在这边看看书啊 放松一下看看外头 那推个门出去 对面就是公园 所以我时常带狗狗过去散步 它没有捷运那边带来的人潮 所以生活上你会幽静一点 这边上阳明山非常快 就可以带狗狗上去泡泡 脸上贴母呢 我非常推荐给我身边的毛爸妈 所以我身边很多毛爸妈 都有来看过这个案件 而且都蛮喜欢的 在这边生活就很自在 很放松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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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